哈喽 欢迎大家收看每周360 本期车坛大小事将由我Vender 来为大家一起温故而置信 第一则新闻 令人振奋人心的消息 2023年Toyota Vios终于发布了 然后不是在马来西亚 嗯 2023 Toyota Vios正式在辽国发布预告 并且以Vios的名字开售 而泰国版则叫做Yaris Epic 这一代的Vios舍弃了上一代的V platform 转而采用了DNGA V平台打造 所以车身会比上一代来得更大 因此在空间表现想必会比上一代更为出色 所以我们来聊一下内饰 最新的Vios主打空间表现 它配备自动空调 皮革加置部座椅 9英寸触控屏 支持Apple CarPlay和Android Auto 而仪表盘方面 它以2022 ProDua Alza和Adiva一样 拥有7英寸数字仪表盘 时代感爆棚 而顶级版 High Class一点 再送你个电子手刹跟64色可调节氛围灯 引擎的部分 泰国市场因为Eco Car法则 则采用了这个1.2L的Dual VVTi自然进气引擎 最大马力为94HP 峰值扭力为110Nm 至于海外市场则是不会采用一样的引擎配置 但是目前为止Toyota辽国并没有公布关于引擎的详情 预计大马版会在2023年发布 所以新车应该会采用这个1.5L自然进气引擎加这个DCVT变速箱 希望内饰不要被严重严格 毕竟Toyota all about the drive 第二则新闻Toyota Veloz订单达到5200辆 原厂确定近期发布 今年预计生产为2000辆左右 Toyota Sveloz作为奥扎的双胞胎因为两款车型有着很大的相似度 但是这并不影响它的销售成绩 最近UMW Toyota就公布了这款车累计订单已经达到了5200张 同时这款车将会在近期公布 相信届时原厂就会公布关于这款车的正式价格了 说到这个Veloz 马来西亚版本的Veloz和奥扎一样是在Perdua位于Rawang的厂区生产 这主要是因为这两款车型实际上是双胞胎兄弟 因此贡献生产可以节省不少的成本 不过实际上这款车的定位可能会比奥扎高一些 因为根据原厂目前已经公布的这个配置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这款车它具备了比较多不一样的配备 例如内装拥有氛围灯设计其实奥扎并没有 以及这个Wireless Apple CarPlay 这样的价位的车款基本上是看不到的 除此之外在这个硬件细节上面和奥扎相比也会有一些差异 比如说奥扎的这个离地高度为160mm 这和一般的Sedan还有Hatchback差不多 因此操控表现可能不错 至于在Veloz上面的离地高度则为190mm 虽然说这个操控表现跟这个奥扎比起来是有一定的差距 但是性能方面呢或许会比奥扎好不少 这一点其实也是蛮多乡区地区的这个消费者在意的一个事情 至于引擎的部分呢 Veloz同样采用了1.5L的Dual VVTi自然进气引擎加这个VCVT变速箱 虽然原厂目前没有公布详型的这个动力配置 但是预计马力表现和这个奥扎并不会相差太远 而奥扎最大的马力则是为104hp 而这个峰值扭力则为138Nm 目前这款车预售价为95,000令吉 原厂表示会在近期内发布而累计订单其实已经达到了5200张 这样的成绩对于一个非国产品牌的新车来说是非常非常出色的 预计这款车会在这个月内发布 所以已经订车的朋友就耐心等待吧 又是Toyota的新闻 就是关于Toyota Crown 日本超级长销 目前已经接到了1万张的订单 预计后车系可能要一年 不过几时会来我国呢? 我们继续来聊Toyota Crown 全新第16代 Crown 是在7月15日发布的 可是因为一些原因的影响 导致了这款车的发售日期被推迟到9月1日才开放给消费者预订 尽管这样依然没有影响日本消费者对于买这辆车的欲望 根据当地的媒体报导 这款车在短时间内就获得了接近1万张的订单 虽然这款车具体的交车时间是还没有确定的 但是有消息指出如果订单超过1万辆的话呢 那么你要等车的时间就可能会长达了一年之久 那我们来聊一下关于这个Toyota Crown 的这个车身设计 Toyota Crown 采用的是这个2.5L Dynamic Force引擎 匹配这个Hybrid混合动力系统 和这个2.4L Turbo Hybrid引擎 它的马力呢大约是在350HP 扭力则是为550Nm 外事方面采用了这个激进的外观 锐利的LED大灯组设计 贯穿式的LED尾灯修饰 加上车侧的这个大溜背造型 在这个豪气中呢 还充满了这个运动感 不仅动力十足 魅力也是一样 我们都知道新一代的这个Crown 定位呢是一款全球市场的这个车辆 原厂计划在全球40个国家发布上市这款车 并预计每年的产量呢是20万辆 并且呢它在8月底呢 已经在这个丰田位于日本的这个Moto Machi 和这个Zutsumi工厂开始生产工作 预计呢很快呢就会在其他的市场发布了 那对于我国市场呢 目前呢他们还没有公布这款车 在我国的具体上市的这个计划 因为呢这个UMW Payota方面呢也并没有公布这个细节 因此呢我们不知道这款车 会不会在我国发布 不过呢大家似乎对这款车都充满着期待了 如果它会发布的话呢 你会不会买呢 欢迎你在留言区告诉我 第四则新闻则是有关中国奇瑞这个Cherrys Tigo 4 Pro 确定引进我国 预计呢是在2022年年尾上市 最近奇瑞正式在这个我国开通了官方网站 而在网站中呢 园长也公布了即将登陆我国市场的新车 其中一款呢就是Cherrys Tigo 4 Pro 这是一款B-Segment的SUV车型 Digo 4 Pro 实际上呢也是一款非常具有特色的SUV车型 为什么呢 因为呢新车采用了不为阳刚的外观设计 在外部呢拥有非常巨大的这个水箱护照 LED的头灯组 至于在尾部呢则是采用了这个3D LED光条 作为其中一款奇瑞的国际战略车 可以看出这款车的设计 确实有和国际品牌较劲的一个能力 而根据官网的消息呢 这款车的长度为4318mm 轴距呢则是为2610mm 所以呢是一款B-Segment的SUV 主要的对手呢可能是Pradon S50以及Honda HR-V 至于内装的部分则是采用了这个较为简洁的设计 诶?它不仅仅是简洁哦 它其中的简洁之余呢 它带有的科技感 比如说它具备的这个氛围灯设计 数位化仪表 电子排单杆 电子手刹车 独立式的这个触控主机等等 而预计呢这款车也会具备比较先进的安全配备 除此之外呢 因为这款车的这个走距呢 它达到了2610mm的关系呢 所以呢我们可以猜测呢 这辆车的空间表现呢实际上会非常的不错 至于引擎的部分呢新车很可能会采用这个1.5公升的这个涡轮增压引擎加这个CVT变速箱 不过因为不具备这个钢内直噴技术嘛 所以呢引进的马力呢 其实可能会不搞 这款车的最大马力表现为147hp 峰值扭力则为230Nm 另外这款车在一些海外市场呢 是提供了这个1.5L自然自应器引擎的版本 不过预计本地应该不会引进 这款车在中国实际叫做瑞虎5X 在中国当地的评价也不错 如今确定引进我国呢 预计价格应该会超过10万令吉 并且呢我们不知道未来原厂会不会有计划呢 以CKD本地组装的方式呢来进行收买 不然的话呢这个价格呢应该呢会很难有竞争力吧 不过呢产品肯定是好产品 接下来呢我们就等待原厂公布更多的详情吧 最后一则呢则是我觉得值得炫耀的新闻 那就是我国的这个汽车品牌Proton 正式成立子公司Pronet 未来呢它将主要销售这个Smart 和这个自家新能源汽车 所以国产EV要来了 随着早前的这个Proton和这个Smart 签署了这个在马来西亚和泰国市场的这个代理合作协议之后呢 近日Proton正式成立的这个全资子公司Proton 来负责呢在未来销售和分销Smart 以及他们自家产品的这个 新能源汽车 所以呢在这个文告中呢就有说到 这家子公司呢它主要的职责呢 还是负责这个Smart和这个 自家品牌 也就是说呢 这可能是原厂呢在暗示我们说 未来的Proton呢也会有机会呢销售自家生产的新能源汽车 不过要值得注意的是呢 在中国呢新能源汽车的定义呢 其实是涵盖了这个PHEV REV以及EV等几种车型的 而Smart呢是一家专注于电动车销售的公司 因此我们猜测未来Proton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呢 可能是以电动车为主 当然了我们也不排除呢 它可能也是会有以这个PHEV等车型售卖的这个可能性 那么呢根据早前的消息呢 Smart在我国销售的这个首款车型呢 要2023年年尾才会导入 要是Proton真的有销售新能源汽车的打算 那么呢这个市场研条呢 产品研发等等的这个一系列的计划呢 可能要一段时间 我们很可能最快最快也要等到2024年 才能看到国产品牌自驾推出的这个电动车发布的 好的以上是我们本期每周360的内容啦 如果你喜欢我们这一期的影片呢 欢迎记得订阅点赞和分享我们的影片 并且及时追踪我们的TikTok小红书还有IG 就这样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